10日,港媒报道周润发考虑深厚,将全数捐出尽,56亿家产做公益。 妻子陈慧连承认,已设立好慈善基金,称慧百分之百捐出去。 由于周润发夫妻并无子嗣,发嫂还说,因为平时已经好好照顾家人了。 成立慈善基金的目的,就是要帮助,真的有需要的人。 愿将小爱转为大爱。 脊弱扶贫的精神,令人敬佩。 周润发为什么没有孩子发哥与妻子陈慧连携手结婚30年,依旧膝下无子。 实在令人遗憾。 接下来跟随瑞观察一起走入发哥与发嫂膝下无子的,真实内幕。 多年来让外界相当好奇。 发哥至今不愿生小孩的真正原因。 背后的故事,让人相当鼻酸。 也展现他爱妻心切的心情。 1991年底的一天,怀上了宝宝的陈慧连,有了生产的征兆。 发哥连忙将妻子送到医院。 但不幸的是,由于期待绕境引起女婴窒息。 经抢救无效小孩夭折了。 女儿刚诞生。 还没来得及抱一抱就去了。 陈慧连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。 精神几乎崩溃。 发哥也忍受着与妻子同样巨大的悲痛。 他何尝不渴望,能听到女儿叫他一声爸爸。 可看到伤心欲绝的妻子。 他强忍悲痛。 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强起来,以帮助妻子早日度过这一难关。 为此。 发哥几乎推掉了一切能推掉的片约和活动。 日夜陪伴照料住妻子。 虽说时间可以让人忘掉一切。 但要真正做到谈何容易。 而他俩彻底脱痛是爱女的阴影。 一起用了整整七年的时间。 仪式缘分。 为爱放弃孩子。 心下无子无疑是一件憾事。 但为了妻子免遭生产的痛苦和可能带来的危险。 发哥依然做出了不要孩子的决定。